62岁任大华放下的是身段 驱散的 却是赵丽颖对真人秀的一影 机跑难溺水后 时隔三年 赵丽颖为宣传新剧 不得不再次参加户外真人秀 当时他和任大华一起找线索 推开墙上的装饰画后 他们发现了一个入口 任何身材娇嚣的赵丽颖根本过不去 此时任大华却突然单膝跪地 让赵丽颖踩自己的背过去 看赵丽颖拒绝 任大华直接一把拉住他 让他赶紧上 他这才踩着任大华顺利进入了密室 不得不提的是 任大华本可以把赵丽颖抱起来 但却选择了让人踩 足见他的身世和温暖 而且在节目里 他更是把赵丽颖当成了自己女儿来照顾 你看赵丽颖腿受伤 他也会认真地弄好药 然后让他把腿搭在自己腿上 细心地帮他上药 走路时 任大华也会让一拳一拐的赵丽颖 跨着自己的胳膊 玩游戏时 任大华也十分偏袒这个女儿 这不 嘉宾怀疑赵丽颖是卧底 任大华就直接装狠维护他 男嘉宾顿时欲呼无泪 反而还遭到了任大华的怀疑 还有一次 他们一群人玩追捕游戏 看到赵丽颖被追 还在休息的任大华 立即起身和两名嘉宾正面对抗 成功被赵丽颖断了后 节目里两人情同妇女的场面还有很多 比如赵丽颖唱歌 任大华会给他伴奏 赵丽颖尝试说唱 他也会卖力捧场 及其节目下来 在任大华的帮助下 赵丽颖终于打开了心扉 交到了很多好朋友 后来任大华遇刺 还在哺乳期的赵丽颖十分担忧 于是立即请在香港的朋友 代替他前去看望 任大华新电影上映时 赵丽颖更是包场支持 只能说任大华得意双心 赵丽颖直恩图报 怪不得他们能得到广大观众的支持和喜爱